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物件呢 这个物件就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这个是跟明轩德时期留下来的气型很像 他有什么特色 明轩德时期的气型是 他这个就是一个直虎 他这个气型我看是几乎百分之百 是模仿明轩德时期 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胖胖的 一个直颈虎 然后一个水 清花 最早是永乐 最早是永乐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沙巴 是不是 它是那个伊斯兰的气型 模仿伊斯兰的气型 好 所以这个气型是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气型 对 因为这个底部有落款是乾隆时候生产的 然后据我所知那个清早期那个时候 比如康熙 雍正 乾隆 他们都会模仿乾草的一些气型 芳谷 所以我觉得也很符合他们那时候的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做工非常的精致 它里面用的材料我看起来好像有五彩加粉彩 甚至还有一个一些地方那个彩我不大清楚 什么彩不大清楚 有一些地方它脱彩之后 然后就薄薄好像看起来像玻璃籽一样 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彩 还是也是五彩 我就不大清楚 那五彩是什么粉彩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比如说像上面这些教掖纹 它就是五彩的 那花朵这个部分是粉彩的 粉彩它是清朝他们一个做法就是先打一层粉底 就是好像化妆图之类的 跟女孩子化妆你先打粉底 然后再上各式的一些材料 那矿物材料 所以叫粉彩 那五彩就没有打粉底直接要涂上去 是好像是直接就是矿物材直接上 这是爸爸的收藏品 当时买多少钱你知道吗 或者爸爸在什么音乐一下 拥有这件宝物 那个我只知道这些瓷器都是 我爸爸跟他的朋友买的 因为我爸有一个朋友 他以前收藏 家里收藏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那我爸的朋友好像研究得蛮透彻 然后这些东西拿来给我爸看 我爸觉得不错就给他买下来 那实际上每一个买多少钱 你搞不太清楚 都不清楚 对 好 他也看得很仔细 那是 不过这个有点疑问 有疑问 除了拖材以外还有什么疑问 这一般吗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烧坏了 就是在窑里面烧坏 哪里烧坏了 我觉得他这个湖嘴歪掉了 好像是烧的时候偏右歪了 多多少少 就不是在一直线跟这个饼 如果正常应该在一个饼 对 他就好像偏到这边了 他好像比较偏右边 对 可是这是不是也代表他就真的是 精醒来手工 可是如果真的是乾隆的 应该是要砸掉才对 如果这个是下次 所以我就觉得有 一点点歪都不行 我 有时候没办法也要留下来 有 是这样子吗 然后他的光 他的光泽又稍微比较亮一点 对 然后他 对 然后他底部这边 这边好像有点钙化 是不是他在那个叫场的时候 然后接触那个地面 那个湿气 然后产生的 所以 因为在地窖里面 挖出来的 所以他的右光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比较亮 因为接触那个空气 接触的 比较少 比较少 会不会是这样 好 所以 好多疑问要等教授来解答 但我们要不要先见价教授 好 先见价我们再来解惑 好 请见价 2万元 那就 应该是民国房子 不是 不是老东西 不是老东西 一样我们在看一件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比较悬一点 就是你要长期培养出 你对这个东西的美感 是 那你觉得它美不美 包括它的画工 包括它的构图 包括它的配色 都是审美的要素 包括它的气型的设计 这些都算 然后你看完以后 你再去把它摆在 某一个时代的年代的区段 看它是适合哪一个时代的东西 如果摆得进去 当然就没问题 是 但是问题是 这件摆不进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来 因为这件刚刚您讲的很好 这件是永乐宣德的时候 就出现这样的气型 是 就是仿伊斯兰的气型 这种 它当时做的是青花 可是这件是什么 是五彩兼粉彩 对不对 那这件呢 在这个气型上 是学永乐宣德 但是后面 后面这个打的是大清乾隆年制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 就是它说来清小 是仿民潮吧 有可能 但是呢 第一个我们看那个款 就写得不好 这个款是写得不好 是 因为写款的人 是专门的人在写款 就是写这个书法 节目经常讲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们要看得懂 那个书法 它到底是写得好 或者写得不好 写得很拘谨 或者写得很潇洒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它不是 道地的乾隆款 另外呢 我觉得这件的配色 跟它的这个构图 比较粗一点 是 画工线条 都比较粗一点 对 没有那么精细 所以它这个就有疑问了 第三点是配色 配色 你看那个配色 这个配色很奇怪 五颜六色 但是很奇怪 就像我们现在看很多画展 很多人画画的时候 是尽量把颜色放上去 那你就好漂亮 事实上那个不是漂亮 如果你把全部颜色 都放上去的话 很多人会做 真正的高手 是几种颜色 但是很漂亮 那个漂亮是 只要几种就够了 就像我们在煮菜 不是把所有的调料 都放进去 不是 是很恰到好处 对 另外我们看 就是这个传统的五彩 其实呢 你要看它的这个很容易 第一个是黄的 第二个是绿的 第三个是红的 红的 这些东西很容易 表现出它的时代性 是 所以我拍了一些 你来看一下 好 比如看你这个红的 是 这个红的就不是清代以前的东西 清代以前的红的 它会有斑斑波波的 甚至有颗粒状的 是 你这个整片红的 那都是后面的东西 都是现代的颜料 是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绿的也是 这个绿的太纯了 如果是以前的东西 清代以前的东西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质 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它的土 后面那个土 你看那个土 你自己看 它上面这些黄点 是你讲的那些概化 事实上这个黄点 看起来就不是老化了 就是土了之外 就是这个黄点了 它中间没有程式 没有那个时间造成的那种 斑波或者是累积的成绩感 没有 所以这个土是上去一次 所以综合这样判断 它这件就是现代做的 现代做的 它不是老东西 好 没关系 是 借鉴有机会 借鉴没把握 是